成立于民国77年的三星国小棒球队 最近再度夺得了全国关怀杯哨棒赛的冠军 堪称是国内棒球竞旅之一 也是宜蘭县基层棒球重点的培育发展学校 长期以来不断为宜蘭县来争光 目前的球员共有35人 主要来自大同乡的孩子 都采用全部驻校管理 不过长期以来都是住着 由一般教室改建的宿舍容易受到影响 校方在中国信托了经费易住支持之下 利用专科大楼整修作为新的宿舍 以提供更好的管理及住宿品质 目前主体整修工程已大致完成 我们目前棒球队的球员大概是35位 那所有的球员来源大概是 大部分是宜蘭县的大同乡 那因为同学的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球队学生全部都是住校 那本校棒球队宿舍 这近年来本来在原来的教室的部分 那近年来做一个迁移 迁到我们学校的专科大楼 对就是刚好是校园的活化 棒球队宿舍搬签计划 总经费需要200多万 而目前上缺70多万 进行内部的软体以及硬体设施 校方希望各界能够支持赞助 让棒球队宿舍能够顺利搬迁 感谢各方的单位的经费的注意 但是目前还欠缺一些细部的经费 那等到所有的资源都到位之后 我们的棒球队预计在明年才会入住 我们的整体的设计的经费大概230几万 那最佳的部分 那目前经费大概还欠 包括细部的整个资源 大概欠7、80万 校方希望棒球队宿舍能够在学期末 也就是明年的1月中旬来班前完成 让队员有更完善的住宿及管理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